吴宗献早就知道Kids偷吃出面户外图,臭脸怒结背后撕下内幕痛桥,靠放炮很难赚钱。 图片来源,奇摩新闻。 根据苹果新闻报道,该名直播主角左奶晶,比许维恩小了9岁。 身材相当性感火辣,奶晶的闺蜜出面爆料。 奶晶与Kids恋情发生在2014-2015年间,当时许维恩还没跟她分手,后来大概有慢慢察觉。 奶晶也发现Kids身边不止两个女人,于是决定分手,奶晶结婚怀孕生产后,在坐子中心坐月子。 Kids竟然打给她暧昧问奶那边有空房间吗?这让奶晶觉得相当不尊重。 图片来源,三例新闻。 闺蜜还说目前是由她带奶晶向媒体回答,一直都很爱护Kids的吴宗献也出面了。 吴宗献无奈说,她很早就跟我说过了。有时候男还女爱感情的事情本来就很难说。 小恩是一个气度很大的女孩子,我很喜欢她,她跟Kids在一起本来也就像是姐姐带着弟弟,弟弟难免偶尔会闯闯闯的。 画风一转开始很酸小三奶晶,看来是真的很不爽奶晶的所作所为。图片来源,苹果新闻。 吴宗献痛桥奶晶。 是隔五年才爆料一定有企图的,事实上这个是七伤拳,打人一拳,自损七分。 唯一好处是这个女孩子不用怕身败名裂,她的知名度跟陈三斤差不了多少。 死猪不怕滚水烫,讲真心话或是同情她的,这个是她闯荡演艺圈唯一的一招办事,靠放炮又很难转叶。 2018到现在四个月都快过去了,还应该接不到两场吧?这样也叫主持人。 不过不管如何,毕竟是Kid犯错在先,吴宗献最后也说唉,出来混总要还的。 毕竟Kid劈腿,真的很难让人替她说话。图片来源,三立新闻。 小三闺蜜出面爆料也很奇怪,但Kid犯错在先能怪谁呢? 小二门,以上她说话。 小三门,小三门,小三门和人诠采,